新聞頭期先來關心 中基醫療體系進主電動各體戰 在醫療射擊修好健康的記者會當中 官長為民國也特別要請 衛生福利部長等市長 以及等信用專人參加 希望中基可以成為全國第一類醫療團隊 為了要推動我們南章話的一個醫療 中華基督教病院向全港來中華的 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做幹部 中央的一種醫療地匯科技 帶來當中 為當中搭載完整的醫療服務環境 今天我們做法醫療 要加4000萬的支出 4000萬的回收 絕對沒辦法 我們知道最近有所謂的 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表示 今天是南章話一個開心的日子 當中基督教病院要來親親設計 不只帶禮拜醫療 照顧大家的健康 對未來的經濟發展也有很多幫助 這個地方非常的好 那最主要我相信能不能成功 真的是要看到縣長的魄力 我相信縣長的魄力一定會帶動 我們民意代表跟我們的服務提供單位 把這個事情做好 那當然整體在田中醫院發展的方向 我有看到他做急重症的醫療 也有看到他要做長照 這都是我們現在發展的一個重點 我們非常的樂觀其成 館長的民國也說 今晚很久 當中基督教病院 總算要進出中華東南角 在高鐵地區一定救我公勤的土地 搭著社會交給北方 急進食以及出術式 也提供對他當中教學的病院 那我們期待說田中基督教醫院 不僅是服務我們東南角 其實它也可以服務我們全台灣 因為這裡有高鐵站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田中的基督教醫院 我們兩邊還有很大的區塊 能夠提供未來我們除了長照日照 或者是醫療照護以外 也希望能夠建過這裡是一個養生村 那結合我們現在政府的長照2.0 ABC這樣的一個機制 田中基督教病院 不僅粗暴幾月去第六三樓 第六五樓 有150層的病院 所有基進也有三科 跟水藥劑的病塵 未來也強化去當前醫療 跟地匪病院一起登校2.0 多中華新聞 張西良 田中 蔡芳報道